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步步是怎样攻占的 攻占资本主义香港 对 就沿着半山 过去半山住的是些什么人 我一个都不认识 他们也不会看我一眼 但是我跟你讲 现在你常常去半山 将来我可以常常去半山 因为我在大陆交往的这些个非富即贵的朋友们 已经这两年内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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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着半山一圈了 所以 文涛 我先讲完这个 这个不叫攻占 攻占不看半山 因为他们来半山已经是很久的事情了 我住在半山的朋友也说 已经20年前已经开始 都讲第一个讲普通话 第二经常出现一种情况 经常也不能说经常 偶尔了一个月有两三次 大清早一队香港警察警车 开个嘟嘟嘟嘟嘟 开来停在下面 然后就吵吵闹闹 就抓走几个什么上司公司主持 他说以前没有的 每一阵子都是这样 然后可是这个不叫攻占 真的看到 内地朋友攻占不是半山 是中产卸区 你知道吗 我在大陆演讲 经常讲我这个真的例子 我一家三口坐电梯 电梯从15楼到了7楼 门打开 竟然来一家四口 是讲普通话的 是讲福建口音普通话 然后电梯再下去 又来了 讲了进来三口 讲三东口音的普通话 那是我们中产卸区 你看到中产卸区 都讲普通话的时候 那才叫攻占 是不是心里充满了温暖 温暖 我们就惨了 觉得那个房子 房价那么高 跑不掉 所以我那天 昨天我看见梁振英了 他几个月没见梁振英吗 瘦了 不是 我一看我说当个特首 怎么老了这么多呀 你知道没几个月 一下子就苍老了 跟他竞选的那个时候 你包括马英九 没错 不也是吗 当个什么 哎呦 你很快 这个人老得非常厉害 你知道吗 人家搬进李平腐了 对 所以呢 他要出手 他要出手 告诉你这个新闻啊 就说 香港政府宣布 开始提高炒楼的额外印花税政策 买楼呢 半年内转手 需要征收成交价 百分之二十的额外的印花税 非香港永久居民 就如我等 非香港永久居民和公司的买家 再加收百分之十五的额外印花税 这意味着以后非港籍人士 或者说公司啊 就是你不是香港的 你在香港买的房子 如果你半年内再转手 最多要交百分之三十五的印花税 这已经是一系列的这个措施了 这些措施是怎么一个背景呢 我有认识一个朋友 若干年前 香港有个政策 你投资六百万 就给你永久居民 这不太久的 这个不到十年 那那个大陆的朋友呢 他就在香港九龙堂这边 买了一个七八百万的房子 很小的 让小孩来这里读书 他这个房子现在涨到一千多万了 你看 小孩又可以在这里读书了 然后他又拿到永久身份证了 到全世界一百多个地方 不需要签证了 不像你这么麻烦 你这意思是香港的房子可买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这样成功的例子 引来了很多很多的大陆的资金 到香港买房子 使得香港的这个楼价 本来已经非常高了 现在就更加奇怪的往上 那现在这些已经做不到了 现在投资好像一千万 而且房子都不管数 那么因此呢 今年来香港 就是跟大陆其实一样嘛 为了压低房价 除了这招以外 之前还出过一招 很好玩的 也是梁振英做的 叫港人港地 你听过没有 就是说他专门弄出一块地 说这个地方盖的房子 都是香港人 只给港人 这个港人 就是说多几十年内 不能卖给不是永久居民的外面的人 那他希望这个房子呢 就可以比一般的房子要便宜一点 我总 我听到这些措施总不大舒服 我觉得第一违反市场规律 对不对 你硬性的把一些房子称作为港房 另外一些房子什么 公共房 我觉得这些都是违反市场规律 这个很不符合香港的资本主义的一贯的精神 而现在又加 而且好像反应还很好 那个各方面都说 这个是应该加 但是结果呢 是房价现在又不上不下 全部冷冷的 没人买卖的 没有是的确 那个子东说的房价涨起来 那个是大的背景 可是接几年 接几年也发生了很多事情 包括那个 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 那个国力啊 真的太厉害了 经济发展 还有人民币这样升 结果你来香港 不管你是买个一千万的房子 还是买一罐一百块的奶粉 你都觉得很便宜啊 对不对 人民币汇率这样高 你要觉得 而且内地的房价又贵 你要觉得来香港买东西太便宜啊 来少啊 少的少货 从什么都少 那所以现在政府出这一招啊 坦白讲 除了这一招真的管用以外 因为你说针对外地人要多缴税 是吧 我告诉你根据统计数字 外地人这两年在香港买房子的占的比率已经高达百分之二十啊 而且还有 是什么意思 这个百分之二十 可以查得出来的 比方说你没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 你来香港买房子 占了市场的成交率 主要占的就是市场 是房屋成交的百分之二十 有五分之一是外地人 这个还不算公司啊 你可以外地人在香港持有100个公司 每一个公司再买一个房子 那又是另外一种数字 那现在最可怕的是说 除了这两招 让外地人先看看再说 还有说最主要是政府的意志 他意志很强烈 他除了公布接两招以外 他不断说 假如接两招没有效 我还会继续来 好像不达目的 会不停 不霸却 表白这决心 徐老师你说啊 要是一个大陆的有钱的人啊 现在有钱要存吧 那他是要在上海买有卓术呢 还是在香港买房子更好呢 从目前来说呢 能在香港买房子的人呢 他一定北京上海深圳都已经有房了 对 他们那个基本指导 就是说要继续投资的话 他基本指导思想 就是不想把钱全部圈在一个制度里面 现在有钱的人 他想留安全通道 然后你最和善当然是买到西班牙去 买到意大利去 可是那个语言啊 法律啊各方面不熟悉 又享受不到 所以你到香港来 这个房子就等于是一个现金 等一笔钱 因为他们根据过去几十年的历史经验 知道在香港这个房子 虽然跟那个房子的实际的面积比 是非常荒唐的 但是他好像一种货币 他就算有时候会跌 但他也会升回去 所以你有一千万丢在那里 你就跑不了 不亏的 不亏的 他又不像美国那么风险那么大 所以而且他还有实际的好处 比方说他有一些 家人比较多啊 这个需要比较多啊 等等的所以很多人 我觉得他们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 资产的多元化 内地的今天合法的东西 明天可能不合法 今天我得势 明天可能落实 所以有很多人这样赚 所以啊 这个他不仅是投资 我了解到的情况也是这样 他不是投资 他是整个啊 实际是这种裸商大潮的这个一部分 就是说他要在香港啊 再置一头价 你知道吗 反正现在老婆也多 这样这样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新闻人物成千上万 寻找最有话题性的林孔 让我用独到的经验与深度观察 探讨人物与事件的连带关系 素描人物 记录历史 环球人物周刊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安台 回到这片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上层游艇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你说很多人呢 要到香港来 哎 我真觉得 怎么说 就是说咱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啊 有时候真的应该反思反思 就是说 为什么 这种精英阶层 或者说钱挣到一定程度的人 他都觉得呀 什么地方还有点不安全 或者说 他都觉得呀 他得在外边 有这么一个点 比如你比如说 实际上很多人呢 就到了加拿大了 到了这个美国了 你知道现在 最近咱们那个女嘉宾夜谭 又抛出一个 在我们武汉大型演讲 抛出一个观点 就说富豪 这个涨价论 就是富豪带动了房价上涨 因为他就算嘛 即便是在多伦多 百分之大 大多数的豪宅 都是这中国的这些富豪们买的 我就说 包括在香港 你看 对于他们来说 我就觉得有些朋友很奇怪 他在北京 在上海 其实好好的 而且他在香港一点 他还不像我 我在香港有工作 他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呢 他这个就觉得 我得在香港有个房子 放一些东西 在这个地方 甚至让子女来这里读书 不是 甚至已经开始办这个种种的永久 你看有几类 一种叫优才啊 对 一种叫专才啊 一种叫投资移民啊 你知道现在投资移民已经变得 我觉得非常的那个就是没不值得了 当年像你说的六百万什么的 现在好像多少钱 而且你这个钱都不能动 就这样 他都愿意砸一笔钱 到这来 当这个 说明什么 知道吧 说明对一国两制有信心啊 说明对一国两制有信心啊 香港的房子呢 我多少年观察下来 是买卖的天堂 住客的灾区 如果你只是住 你不以这个金钱出入的话 香港真是个灾区 你就很多钱住很小的房子 这大家都 这个我不用多讲了 但买卖真是天堂 所以很多人 很多香港居民 他住的很小的房子 但他还不但涨 心里也很开心啊 感觉上是一个富豪 现在更大的问题了 我觉得还不在香港 香港算了 这么小地方 而且他自有一套道理 问题是香港的这个现象 是会不断的北移 他会不断的出现在 中国内地的各种城市 最近王石有个言论 你知道吧 前几个星期 还有空发表言论吗 对对对 这个一时机器千冲浪 你们关心他私人事情 我不关心 我关心的他另外一个言论 他有一个讲话说 中国人 中国人 内地的城市 没资格住大房子 对对 他说以后北京 上海深圳的人 要像香港那样 要习惯于住 几十平方的房子 结果后来有人 当然很多人 很愤怒跑出来说 但后来有人 替他解话说 只是用词不妥 他大概不应该说 没资格 而应该说没条件 住不起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既然上海北京 这样的城 变成国际大都市了 而所有国际大都市 尤其是市中心的房价 都是非常贵 都是像香港伦敦 这样的价钱 真是像曼哈顿 那也是香港 这样的小鸽子龙 就不要在纽约 换句说 你在一个年轻的大学生 你到个城市打拼 你这辈子 别想住 超过一百平方的房子 他这个话 也许是真话 但是对中国 很多人心里打击 你说你现在假如是一个事业 很成功的年轻人 你刚结婚 你在北京 你现在人家跟你说 一辈子都不能超过一百平方 你说你这个 你对他的制度是什么想法 住远一点 对 可是说 因为说起来 王石这个 说这句话 也是诚实 就是每一个城市 都是这样 城市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有很好的 发展的机会 对不对 你愿意交换 我把我住的生活条件 召唤一个机会 就因为这种疑问 我经常问一些 Lady来的学生 他们在来香港 读完本科也好 读完九个月的硕士课程 楼在这里工作 我看他们住在那种汤房 小小的房子 我说你家里是干嘛 我家里在上海 有一个一百平米的房子 两百平米的房子 我说你干嘛不回去呢 他说我在这里 香港有机会 他以为他有机会 这是一个交换 每个城市都一样 上海 北京 广州 玩玩这种游戏 就会到二线 三线的城市 就这样玩 所以当王石长这种常识 而大家反应好像不舒服 很惊讶的时候 其实不表示王石有什么了不起 表示大家常识太低了 这样都看不通 想不透 这早就知道的事情 包括对人家离个婚 是吧 这么大反应 这都是常识 常识问题 对 常识问题 但我就是这种 对常识理解不通的人 我就觉得中国吧 不管怎么样 你是社会主义国家吧 你不能完全用资本主义 这套道理来做吧 中国大陆地方这么大 盖房子还是第一 要为了人民住吧 不能把它变作一个投资的手段 投资手段是第二位的 人民的居住是第一位的 如果有可能走到像香港这条路 那我们就应该及早的防止这条路 你把中国城市里的人都逼得一辈子努力奋斗 只能住几十平方 我觉得这不是我们国家的富强之路 就算我没尝试 我仍然坚持 但是啊 就是说世界上这个中心大城市啊 的中心城区啊 可都是这样 对 但是那都是资本主义啊 没有 没有 学资本主义还没学好 咱们不是世界上要要要做的 我们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吗 我们付了其他各方面的代价了 我们在这方面还不能拿回点本吗 我觉得在这个正 而且我们地方这么大 就相对来说地方大 就是往外面发展 你这就好比说纽约地方大不大 但为什么曼哈顿这个 你知道曼哈顿现在推出什么 十平米全球设计师啊去设计 因为这个纽约市长说了 如果设计的好啊 我们要建几栋这样的 就是给曼哈顿的年轻人 就是比如说十平米 甚至是更小的单位 有床 有洗手间 有这个 那你没有办法的呀 我我老觉得这是个 你只要是中心城区 那有什么办法呢 因为因为我们在说两个东西 子东啊 我刚当然没有任何意思说 你没尝试 我意思是说 那个部分是自由运作的部分 那面对那种情况 政府本来就应该有所作为嘛 我们经常举的例子 新加坡 也是自由市场 可是人民的生活居住 坦白讲 你是社会稳定的安全网吧 这就算你从公立的角度看 不要说什么主意 这个主意 我们别忘记 美国你说曼哈顿 最小的房子 那是商品房啊 商品房 你愿意住在那边 享受那个发展的机会 享受这个打拼 甚至那个身份 你不用告诉别人住什么地方 对 我住在曼哈顿 你的上京不一样 就像香港 假如问你住哪里 我住半山 我住南区 可能你在半山是住在几平米的一个汤房 可能住在半山的一个洞里 对对对 你住半山 那我觉得你愿意这样 OK 你就这样做 可是美国我们都看到很多 公共房屋 包括在纽约 就住得比香港人舒服多了 黑人住的地方 西班牙人住的 西班牙 西班牙住的地方 那当然需要这样做 我是完全赞成了 需要这样做 可是重点在于说 当王石说这种话的时候 等于也说出了 未来 只要这个二线城市这样发展的话 我完全可以提供一些反面的例子 比方说巴黎的市中心 巴黎的市中心的房子的租金 就是受控制的 房价也是受控制 你在巴黎 你就算你在凯旋门附近 这么最豪华的地方的房子 它的房价 它的租金都是受控制 受控制就会有个机会的问题 对 谁能租谁不能租 就是一旦有租约 很多人就排队进去 但是住在里面 你比方说美国 你比方说LA Sandy Monica Beach 那是最黄金的海岸边上 房价也是受控制的 它不能随便涨的 就是说并不是说 所有世界上的大城市 都一定是为经济的 走向像纽约这样的 像香港这样的 我们去伦敦 伦敦的房子也没有香港贵 各方面都比香港好 伦敦的很多公园 照样成立在那里 并不完全按照金钱的规律 更何况中国的 所谓的金钱的规律 后面还有很多政治的规律 还不是纯粹的经济的竞争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避开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 走香港这么一条 对中国人来说 是一条死胡同的 住宅的道路呢 那么现在我都没法在香港住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们常常听人说 某人某人是天才 这个人是钢琴天才 那个人是绘画天才 但到底什么叫做天才呢 这个星期我跟大家介绍一些 关于维特根斯坦这位 不释出的哲学天才的书 透过这些阅读 我们能够了解到 天才不是一个 与生俱来的东西 而是要自己争取 而且要为他承担 一切责任 跟重压的一种负担 陕西法门寺开卷八分钟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央台 你看香港人这种动物 他们已经到了 是动物 就是 人都是动物 对 他们就说 跟大跟我们大陆人的思维 完全不一样 你比如我们公司的人就讲 他讲的是 比如同样的价钱 他说你看 香港人一跟你讲经验 就是我这些年 是怎么慢慢慢慢 换房子换房子 换到一个好房子 然后他交给我 因为你看要依着我 同样的价钱 我说我喜欢清水湾 我觉得清水湾 这个无敌海景 我哪怕住个村屋 我也喜欢 他会告诉你 他说你同样的钱 是清水湾那里 风景好 他说 但是我要在太古广场 是金钟这个地方 如果买的话 我先买一个比较便宜的 他说这样的房子是什么 随时出手 你不用等的 几天就有 或者说 你要想出手的时候 你只要比当时的市价 稍微低一点 低个几百块钱 低个一千块钱 马上就出手 所以这就可以 一有的换 你就换 一有的换 你就换 他说你要是住这种 很偏远的地方 固然你的环境好 可是你还要换房吗 你换的时候 就不一定出手 那么容易 对商品流转 你说市场经济很好玩的 他会给你这种建议 那我想到说 最近我们刚说出招 政府 他是在礼拜五的晚上宣布的 上个礼拜五 对上个礼拜五 然后礼拜六就开始生效 那我有朋友 正在这个时候卖房子 然后他在政府宣布 以前的时候了 经济还这样跟他讲 劝他 别急着卖 不用急 这个价格 对方好像同意 我们可以再喊高一点点什么 因为卖的越高 经济的赚的钱越高 用金越高 那政府一宣布出招之后 礼拜一的经济就打了 哎呀 豆先生啊 情况不一样 我看那个那个 是不是可以再马上减了 百分之十五 赶快卖掉什么 你觉得他马上想办法 对那个情况判断 反应是非常快的 香港的主要的生产力 就是房子 所以香港处在这个生产力 最有推动力量的 就是房产经济 而且他们是整个经济的 最活动的一部分 而且好多这个大陆客啊 这个正被香港的 香港房产经济给忽悠了 他们给你造成一种紧张气氛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喜事度 明天可能就卖出去了